鼠兔的朋友这个礼拜 可以得到新的所谓的契机 因此在事业以及财运两方面来说的话 都会更加的顺畅 鼠龙的朋友这个礼拜 都与家人相聚 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多做一些善事 行善积德 那么累积所谓的福田 鼠蛇的朋友要特别小心 这个礼拜尽量不要跟人家有所谓的争执 那记得控制自己的脾气 冷静思考 相信你做这个事情 就会变得更加顺畅 感谢观看